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為什麼你突然又想要繼續從政 而且也不事先跟我商量 如果我跟你說 你一定會阻止我 所以你已經決定了 不管我同不同意你都要回去 政治是我最喜歡的事 我不想放棄 你明明就知道我家人不希望 你繼續回去從政 你當初也答應 家人 從以前到現在 你一直考慮到你的家人 這麼多年來 我們的婚是因為你的家人 一拖再拖 拖到最後我都會忍不住的想 張永年 你真的想娶我嗎 如果你真的想娶我 什麼家人什麼從政 這些都不是藉口 我已經受夠了 慧銘 我知道你為了我 一直覺得很委屈 我也謝謝你的體諒 但是你可不 那你可不可以體諒我 當初 我也想得很簡單 我以為我只要忍耐 不碰政治就好了 但是我是徐家的獨生女 我爸媽只能依靠我 我沒有辦法看著徐家 長久經營的地位 到我這一代就垮了 就像你是張家的長子 你有辦法不管辛華嗎 身在這樣的家庭 我們要面對的 從來都不是只有自己的事 所以 我必須做出選擇 你現在是什麼意思 永年 其實認真地想一想 我們的差距太大了 要結婚真的太勉強 我們沒有辦法結婚 我也不想耽誤你 我們分手吧 我們在一起十幾年了 你現在就想用幾句話 來跟我分手嗎 慧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跟我說 不然你怎麼會突然想跟我分手呢 不是突然 一直以來我都在忍耐 只是我不想忍了 我想做回我自己 所以我麻煩你成全我 不要再來糾纏我 我的個性你很清楚 我不是個衝動的人 如果我做出決定 如果我做出決定 我就不會回頭 我跟永年分手了 我叫你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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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跟張友年分手 因為我不愛張友年了 你說什麼鬼話啊 你是不是喜歡上別人了 是不是那個曾俊青 為什麼分手一定是我喜歡別人啊 說不定是張友年 心裡先有別人 只是因為跟我在一起久了習慣了 所以沒說出口 反正我覺悟了 我當壞人先分手 以後大家都可以找到更好的對象 是 對象 所以 ludzie 會增性 語氣 參 Ivрист 你先让我进行下吧 好吗 云彩流浪 眼泪流下 别再犹豫天亮慢慢走回家 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